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塌陷 不回溯 超级蓬松细腻 口感绵腻 加上酸酸甜甜的叶曼蕾 非常的可口 大人小孩都爱吃 做法简单 先来炒黑芝麻 放入黑芝麻 以小火炒至香 放凉备用 这些是今天要用到的材料 A级鸡蛋4个 D级面粉120克 黄炭100克 玉米油20克 凌门至或者是白处几地 奶粉15克 祭祀粉15克 泡打粉5克 现在来做面糊 打入鸡蛋 加入环弹 加入环弹 用搅拌去打发 全程以45胆打发 当初泡沫变成了细泡沫时 加入柠檬汁器心 搅拌至变成乳白色 现在可以看见细纹了 打发至入纹不容易消失就可以了 先塞入一般的低级面粉 拌均匀 轻轻的翻拌至没有干粉 然后再塞入一剩的低筋面粉 轻轻的翻拌至没有干粉 然后塞入鸡丝粉 然后塞入鸡丝粉 放入泡打粉 再放入奶粉 过筛 轻轻轻的翻拌均匀 轻轻的翻拌均匀 轻轻的翻拌均匀 最后加入环弹 最后加入环弹油 拌均匀 过筛面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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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饧面十分钟备用 我用的模具是三寸宽 乘一寸高 刷上石油 搅出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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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叶曼梅 放上叶曼梅 如果喜欢叶曼梅 可以放多一点 这是黑芝麻 放上黑芝麻 拿去蒸 提前以大火烧开水 放入蒸盘 一大火蒸十分钟 一大火蒸十分钟 时间到 蛋糕蒸好了 可以立刻取出 取出炭凉 这个配方 可以做十个 冷却后拓膜 轻轻热在旁边压一压 就很容易的取出蛋糕 好漂亮的蛋糕 颜色也好美 非常的柔软 超级蓬松细腻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你们也喜欢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留言和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